瑞士香农会11月3号举行了109年度的家政班事件会 以及绿色照护站成果的发表会 总共有14班的各班姐妹们展现平日所学 跟现场姐妹们分享交流 瑞士香农会109年度家政班事件会 及绿色照护站展现用意的成果 地方机关首长、立委服务处、县议员、代表等长官贵宾 与在场姐妹们一起大跳排舞来揭开序幕 各家政班姐妹们 设谈展示平日所学的成果与作品分享交流 也轮番上台歌舞表演 展现瑞士香农会家政班的青春活力 现场气氛热烈 尤其今年柴岗成立的绿色照护站 虽然年龄成高 然而表现也令人刮目相看 我们绿色照护的部分 因为今年非常多的手工艺品的演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长辈 他在做这个手工艺品的部分 不仅可以训练他的手脑 减缓这个失智的部分 那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琳琅满目的这个作品 我想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成果 除了展示成果 农会也特别举行颁奖表扬大会 即去年以挂菜当礼后 今年则准备了大批的白萝卜 颁给每一位表现优异的班员 以及辛劳付出的班级干部 获奖的姐妹们笑称 就插一包排骨就可以煮一锅排骨萝卜汤 逗得全场所有人笑开怀 那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我们今年所演习出来的一个成果 包含我们的书画 包含我们的这个美食 包含我们的手工艺品 可以说非常的这个丰硕 那我们也期盼说在未来的一年 我们能够继续让我们的家政班员 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的环境跟这个课程 那在今年我们瑞乡14个家政班 260位的家政班员努力之下 我们今年的这个成果展可以说非常的成功 14个家政班 14个家政班平均班龄都超过10年以上 除了农会 农粮署及县政部等各农者单位的辅导下 各班姐妹们从最初保守害羞的农村妇女 到现在成为了多才多艺 可独当一面的现代农村女性 展现农村妇女生活性样态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